這邊有一個是我們氣志的故事 有一天有人給他介紹一個男朋友 見面 當天我們氣志就帶了一個朋友 對方也帶了一個朋友 這樣比較不尷尬 約哪裡 約茶館 對方為了展現誠意 因為是要介紹給他的 他點了四杯茶飲 算是他聰明就對了 一人一杯 結果越說越說 因為朋友大家會哈拉做場面 結果我們氣志的朋友 就是去陪著相親的這個人 二白虎竟然喊肚子餓 你怎麼餓你也要忍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忍 文人根本就講 為什麼要忍我肚子餓 不是氣志肚子餓 氣志是女主角 OK 陪他去的肚子餓 所以無所謂 他又不是主角跟人家喊什麼肚子餓 你又不是女主角 你在喊什麼肚子餓 你又不要自己付錢不行嗎 陪氣的人也是人啊 對啊 他說不行 你只要 我不懂 你這叫宣兵奪主 你還好 氣到來 氣到來 不然就沒來 不然你看你的氣 不然我們也不懂事 我們去陪人家的寒肚子餓 他說要不要點吃的 這樣 結果對方依附很為難說 這麼晚了 不要吃吧 這麼晚才要吃 就是這個這麼晚 吃嗎 餓胖啦 結果我告訴你 你以後要找朋友陪你親 真的要找對 結果 原來為你是出 welfare 佩智的 你知道這個陪氣志去的 陪女主角去的這個朋友 你知道他最後堅持要點 就那男生臉好臭喔 我今天講我要自己付啦 你要臭什麼 因為他想說我會付啦 到最後男生恐怕會把他付 對 男生會付啦 你知道他點 他這麼惡劣給人家點了什麼 一份蘿蔔糕 多少錢 對啊 所以後來這個女主角的朋友 就為了這份蘿蔔糕 還要看那男生的臉色 火大了 不要像了啦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好 因為其實這種 後來等一下 後來 後來結果女方連飲料錢 本來她付了飲料了嘛 四倍已經付飲料了 為了這個蘿蔔糕 為了那個臉色 把飲料錢也套出來 剛喊飲料錢 各不各的 她沒有把飲料錢套出來 她把他吐回去 沒有 講相親太沉重 我們講交朋友好了 其實交朋友 我要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你要不要我做你的朋友 其實就是展現自己的風度魅力 然後有的時候是經濟的實力嘛 對 那如果說連這麼一點小錢 都可以讓這個人露出這個面目的話 我覺得這個相親 這個朋友的行為是成功的 因為很快就看出來這個人的個性 其實不知道錢這種東西是特別敏感 對 真的一下子試一下你就知道了 是 像我有一個小弟弟 我們來休息一下 OK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OK 好 你的朋友是對的 謝謝 很好玩 很好喔 你的有做也 好 再來啦 蘿蔔糕講完了 去酒屋 也要講一下 OK 去G酒屋 是我們同事介紹一對男女認識 第一天就G酒屋 結果呢 這個男的就點了一瓶幾千塊的養酒 G酒屋一定要喝酒嘛 對不對 女方就不太高興 為什麼 覺得 初次見面 你幹嘛就點那麼貴的酒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在場除了他本人之外 根本沒有人要喝酒 那初次見面就這麼白目 女方就覺得 不是很喜歡 因為大家也沒有要喝酒 好 結果這個也就算了 最後呢 是要買單的時候 男方把酒錢也算進去 要大家一起分攤 酒只有那個男子 有一點是他點的 大家都有吃燒烤嘛 就說 那就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呢 那個酒因為只有他喝 他沒有喝完 他叫店家寫上他的名字 季酒 嫁在賓這樣就對了 還季酒 對啊 好快喔 你感到算他啊 對啊 就是把別人當 冤冤大頭了 季酒啊 你感到六千 六千 六千 那罐 六千喔 六千 好想喔 六千 這樣 然後呢 結果氣得這個同事跟女方呢 第二天就帶一大票朋友 再去那個居酒屋 把那個酒喝掉 給酒喝掉 趕得好 好快喔 不是 他們不是很快 因為他們平常不喝酒 對 哈哈哈 他們很痛苦的 把那個酒喝完 整場就四個女生在那邊不斷的罵那個男生 平常不喝酒又要把那個酒喝完 就是因為不加那口氣 最好笑的是 第三天 第三天第四天 竟然接到那男的打電話來 你們是不是把那瓶酒喝掉了 因為他快去第二天去喝喝喝喝 好低級 動作不夠快一定沒有了 還有就是緊急指負 掛師指負 還有就是說有些人講明白也好 我曾經遇過一個波蘭的女孩子 她說她來台灣留學的時候 然後認識一個土耳其的男孩子 然後請她去吃土耳其的燭光晚餐 因為土耳其菜都一點一點點 然後就一大叫了一大桌 然後就跟她講說 她再一個月就要回土耳其結婚了 因為她 在家鄉有一個那個未婚妻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那很好啊 因為只是那個就是認識而已 並不是要相親就是朋友 她覺得那麼熱情的 土耳其男孩子邀請她去吃飯 而且跟她講她的那個 未來的規劃這樣 到最後的時候她就說 那你今天會跟我回去嗎 男的問女的 回去幹嘛 那我一定有很多疑問 然後結果這波蘭的女孩子就說 你不是跟我講你已經結婚了嗎 你已經一個月就要回去結婚了 她說她在土耳其又不知道 這個很直接 她在土耳其又不知道 她說我沒有可能 結果你知道那男的說什麼 那今天這三年要付 我這麼直接啊 對 平什麼 飯錢就不付了 好離譜喔 那你沒吃嗎 她有吃啊 那為什麼我付 那就是我付我吃的 GoDutch 各副各的 要是我做好 GoDutch 對啊 後來就GoDutch 她是哪裡人 土耳其 土耳其 我以為是荷蘭人 沒有啊 GoDutch 就這樣 不是 這也太直接了吧 不直接 我完全有不同的看法 土耳其說好說歹 總是一個 借在亞非之間的 歐亞 歐亞之間的國家 所以她有一些習慣 我們都去過 她有一些習慣其實蠻西 蠻歐洲化的 因為她有文化的傳統 那麼其實在國外的話 你敢給人家去請這麼昂貴的 或者是說這樣的吃飯的方式 單獨 對 單獨 然後當 OK 點了這麼多菜 種種這個禮貌都很夠的時候 你心裡應該有數就是說 人家不是平白無故 要這樣親密的 這個背後會是有一個意義在的 所以這是文化上的差異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文化的差異 我不太覺得是說 這個男人真的是那麼惡毒 當然她後來不復那個太直接了 她可以非常美麗的說 反正我們來吃飯 那就做朋友就go touch 這樣子就好了 可是真的小心 你去給個外國老請客 而你表明 就是說讓她付了之後 然後又要裝沒事說 這個恐怕是東方才有這樣的習俗 我就會這樣 You play me 真的 真的 我覺得這個跟外國人 有這樣的一個相親 或者是什麼樣的 所以老外約你吃燭光晚餐 你要非常小心 因為你接受了人家 這樣的禮遇的時候 你下面的話 人家是期待你要有所回報的 這個恐怕有文化上的人同的差異 我曾經在一部電影 看過這樣的台詞 一個女生 她喜歡上一個男生 這個男生就要約她出去 這個女生就去問她一個男性的朋友 問她說那我該不該答應 結果這個男性有人告訴她一句話 她有一次說 你如果只想跟她交朋友 你就跟她喝咖啡 你如果想跟她上床 你就陪她吃晚餐 吃飯的代價 對 所以喝咖啡跟吃燭光晚餐 也許在西方文化 真的是象徵不同的意義 她有那個暗示性的意義存在的 所以不要以為說 隨便給人家請客 而只有東方有這樣子的 就說可以吃了